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子晴, 如果平時不用上學 你會幾點起床? 有時九點, 有時十點遲一點 這麼遲?為何不早起床? 平時上學這麼辛苦 放假時, 當然要睡久一點 你這樣想也正常 但做人要自律一點 就像我們今天的Kiss VIP 他對自己有很高的要求 而且嚴格執行 他最近一個新習慣就是早睡早起 很霸氣 真的很霸氣嗎? 我們一起出來聊天, 好嗎? 我們歡迎高凱玲, 高凱姐姐 你好, 高凱玲姐姐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高凱 你好 跟你聊天前 我們首先要玩一個 VIP小測試 那就考考一下高凱 你覺得自己像以下哪種動物? 我們有VIP三個選擇 V的選擇是毛腎腎 像綿羊一樣的小狗 像綿羊一樣的小狗 這麼有趣? I就是一隻有毛腎腎, 很有趣的白兔 至於P一樣是毛腎腎 但是一隻比較溫馴的小貓 我會選狗 我會選小兔 為什麼? 很可愛, 我本來是想養的 其實這是想了解你們性格的小測試 是 Ling姐姐剛才選的就是小狗 其實代表你的性格很溫和 遇到不如意的事, 有時會引起吞聲 不過如果有些東西觸及到自己的底線 就會激發出你頑強的一面 很準確 真的嗎? 對, 你選什麼? 我也是選狗仔 是嗎? 我很… 你看一個答案才選 當然不是, 你以為我是你嗎? 展成, 你選兔子 代表你有很敏銳的觀察力 這一點已經不準確 因為Jago沒有看過答案 但你還有很豐富的幻想力和創造力 如果你選的是貓仔 代表你不會勉強自己做一些不喜歡的事 有時也挺享受孤獨獨獨處的時刻 不對 對, 所以你沒選到貓仔 不要緊, 我們今天就和Ling姐姐 了解一下她小時候開始的生活 因為Ling姐姐小時候在南京長大 當時你小時候的生活是為什麼? 在南京的生活和香港最大的分別 就是我們四處跑 因為鄰舍全都很接近 我記得那條街, 住了很多戶人家 每一戶都很疼愛我 所以我經常在吃飯的時候 我會去不同的家裡 去貼別人的飯送吃 而且小時候最記得的就是 很多時候都會在街上玩很多遊戲 譬如橡筋繩 譬如卡紙在地上拍… 然後大家鬥誰贏 甚至乎冬天的時候最開心的就是下雪 我們那邊下雪會落到膝蓋 然後可以堆雪人 冰就會結在屋簾邊 然後可以拿出來當寶劍 大家互相耍劍 有很多戶外的活動 所以小時候的童年生活 我覺得是很… 好的 很開心 是的 是的 矢程, 我考考你吧 你覺得高嶺姐姐小時候 是一個怎樣的小朋友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貪美的女孩 也貪美的 因為我小時候 我記得媽媽上班之後 我會拿她的唇膏來塗 有證據了, 高嶺姐姐 對, 有證據了 這個就是我拿媽媽的唇膏來塗 然後以前小時候 不知看了哪部電影 是點一個紅色的印 那些古裝片 對… 那我就拿那個唇膏 真的點在這裡 對, 這些就是我小時候 都貪美的 那時候是幾歲左右 三、四歲左右 而且我小時候 原來經常是短頭髮的 我看一些照片 我小時候經常被人剪頭像男孩 這個… 這個好像已經很少女了 對 這個應該是三、四年級左右 這麼高的東西? 對, 我小時候… 因為她是高嶺姐姐 很高的 對, 小時候 一直坐在課室的最後面 排隊也是排在最後面 我從小到大都高的 我想問, 你的父母是忙嗎? 她們有沒有很多時間陪你玩? 我小時候沒有跟爸爸媽媽一起住 我跟婆婆一起住 我跟公公婆婆在南京長大 每年爸爸媽媽都會回來一、兩次 回來南京探望我們 買很多玩具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每一次爸爸媽媽來的時候 我都會假裝自己沒什麼 對, 我很淡定 玩的也很開心 直至她們離開的時候 我都要保持假裝自己 你們離開, 很大方的 但直至她們離開之後 我就會躲起來哭 對, 因為其實很想念 很想跟她們一起生活 但也明白她們需要工作 她們是很想念的 這是一個小時候印象很深刻的一幕 我可以說是一個很… 很懂性的一個小朋友 小時候就像你說的 有什麼可以藏在心裡 自己成熟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的性格 是 所以小時候跟婆婆一起住 她也煮很多美味的東西給你吃 有沒有說哪位婆婆的拿手 幸好是… 現在說起你也要舔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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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因為我婆婆是一個很傳統的女人 所以我們家裡所有的… 譬如說水餃或雲吞 通常你會去買餃子皮、雲吞皮 婆婆是全部自己搓的 由麵粉開始自己搓, 然後自己做 所以小時候吃的所有東西 都是婆婆由零開始做的 我很喜歡在旁邊看著她做 所以到現在我也會懂得做水餃 它會令水餃和餡料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調味 雲吞也是 還有紅燒羊肉 我記得有一年公司拍攝的新春菜式 我請了婆婆上來煮 是好吃的, 所有隊伍都搶了東西來吃 所以我很多… 你當時也很自豪吧 很自豪, 大家都… 因為是辣的, 大家覺得很辣 辣得來又很好吃 對, 一直在順鼻看, 一直在吃 大家都吃得很開心 你在十三歲開始香港生活 你何時開始學廣東話 為何你會學得這麼厲害 廣東話 你也要學廣東話 真的, 其實高齡的廣東話很好 是, 還好 小時候跟婆婆住 一定是說南京話 然後十三歲來到香港之後 才開始學廣東話 我還記得那時候學廣東話 就是看TVB 有四點多的兒童節目開始看 對, 然後就新聞報道 然後晚上去看劇 然後我還記得剛剛上學中學中一的時候 老師講課是不懂得聽的 慢慢慢慢才開始懂得聽、懂得說 但當時很幸運 遇到很好的同學 他們很願意幫我 所以當時我的中學生活也是很開心 Ling姐姐, 你覺得那時候 你學廣東話中最難說的是什麼 記得嗎?小時候 我記得剛開始的時候 譬如黑衣和黑色 這些, 黑和黑 開始的時候 你會分得不太清楚 慢慢後來才知道 原來是這樣分辨 是, 你有個字 我也有些很難的字 是 柔柔 什麼? 柔柔到了, 就是柔 由幼到老, 即是年幼到年老 對, 由幼到老 好, 我們到Ling姐姐考考我們的時間 有Kids VIP的secret secret, 小測試 對了, 好 Ling姐姐, 你的秘密是什麼? 對 猜猜我最不喜歡吃什麼 你怎麼知道? 你應該不知道 好, 你聽著 A是紅蘿蔔 B是芫荽 C是臭豆腐 你給我單眼, 我不會告訴你 我選自己不喜歡吃的東西, 好嗎? 好… 我選臭豆腐 你選臭豆腐 你選什麼? 我選芫荽 你吃不吃? 不吃 為什麼? 很辣 對 很大一股味道, 是嗎? 是 好, 我先公布證購答案 是絕成適合的 對 我知道臭豆腐 大多數的人都喜歡吃 臭豆腐其實很好吃 所以你另一道菜也很喜歡吃 就是蘿蔔和臭豆腐 對…我真的不吃芫荽 芫荽很臭 沒什麼特別原因 不是小時候吃完後有陰影 還是一向都不喜歡吃 我不太能接受那股味道 但記住, 小朋友不應該騙食 是… 好, 我們繼續跟Ling姐姐聊天 好嗎? 好 有 芫荽, 你知道Ling姐姐 是參加香港小姐入行 2008年參加的 這麼厲害? 你出生了嗎? 不是, 我才知道 對了, 你剛才選完香港小姐 剛開始的時候 還沒有很多演戲經驗 都是拍攝不同類型的資訊節目 宗藝節目 感情節目 其實當時剛開始入行的時候 你覺得最難的是什麼? 我很記得剛開始入行 我面對著鏡頭, 我很害怕 不知道你有否經歷過 很震撼 你看著鏡頭說話 然後你會覺得 一看著鏡頭, 腦袋就有一片空白 然後就覺得好像 他會放進去的感覺 記不到東西 很緊張, 記不到東西 但怎樣克服呢? 就是我後來去了南非世界盃 我覺得這個旅程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很有意義 和很難忘的旅程 首先, 我相信很多男生 也會很羨慕我 人生竟然有一次機會 你可以全程在世界盃現場看球 我那年還看著我喜歡的球隊 獲得世界盃冠軍 我決賽當時也是現場 而且那次的旅程 因為長時間對著鏡頭 所以慢慢開始克服了 心理上的害怕 所以後來慢慢開始應付自如 在入行那麼多年 有哪些前輩 例如演戲上也好 或者做主持也好 給予很多啟發 給予你進步的想法 就是阿蛇 其實他是一個對我影響很大的演員 當時有很多對手戲 他給了很多很好的意見 甚至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我拍了一場哭戲 當時我很緊張, 怕哭不出 那場戲很長, 很多對白 然後我一直哭, 哭不出 你會失去, 你會失去情感 然後阿蛇在現場 他即興加了幾句對白 他再淤重你的心臉 令我重新再哭一次 那些是他自己加的 而且其實在我帶頭 但他在對面依然流淚, 哭不出 很專業, 而且他很願意幫助 一些新人的演員 然後再跟他聊天的過程當中 他也分享了很多他的感受 或者一些意見 譬如他經常會說 不要介意是否主角 那場戲就是那場戲的主角 你一定會做好他 你做好他, 別人會看得到 而且他經常說演戲 不是自己一個人演 一定要跟對手一起有交流 才會… 做到勝果場 對, 整件事才會好 而且一定要用真感情去做 其實高靈姐姐除了對演戲 很有想法和要求之外 你知道嗎? 高靈姐姐很自律 我們剛開始就說 她會很早起床 對, 也會很早睡 這是高靈姐姐最近養成的習慣 對, 最近 但為什麼你會養成這個習慣? 最近看了Kobe Bryant的傳記 其實這個人大家都認識 我也認識了很久 但我還沒正式認識過這個人 然後這次看了整個傳記 而且看了我上網很多的訪問 或者是一些訪問別人 關於他的片段 我發覺他是一個極度自律的人 他的魅力除了來自他很厲害的球技之外 最大的個人魅力是來自於他的態度 他對籃球的熱誠 是二十年沒變過的 他每天都是四點鐘起床 自己去練球 然後自己去訓練 訓練完之後 他會在車上頭一小時 然後到八點鐘的時候 其他隊員起床、吃完早餐 他再跟他們一起練 然後他每天堅持射球一千個 如果準誠度不夠高 他會迫自己射多一千個 你明白嗎? 每個人的成功背後是… 精神很高 對, 他沒有任何挑釁 你以為他是天才球員 不是, 他後面付出很多 我們看不到 我覺得一個這麼厲害的人 他也這麼努力 其實我憑什麼天天在家 坐在梳化上吹噴呢? 你明白嗎? 這是我自己最大的感觸 所以因為這件事, 我覺得… 好, 我也要做一個自律的人 因為其實自律是極難的 有多少個人可以堅持 每天都是這樣, 堅持20年 有成一個好的習慣 無論對身體健康也好 或者基本上對整個成長也很好 而且我最近看了很多書 培養自己閱讀的習慣 我最近看了很多比較靜能量的書 關於情緒學的書 我看了一個理論 就是你起床的一小時是很重要的 那一小時就決定了你那一天 你會帶著什麼情緒去度過這一天 如果你起床之後 你在床上吹噴電話 你那天整個人都會比較… 能量比較低 你可能就這樣一天了 但如果我那天起床之後 然後我很積極地去跑步 我整個人都會充滿能量去做其他東西 可能我下午會做個健身 晚上上去做瑜伽 約朋友聊聊天 所有事情都會比較正向 這也是你要告訴你的身體 你可以這樣去拿出一些能量 如果高齡姐姐要為我們下一代打打氣 你會怎樣鼓勵他們呢 我覺得新一代的小朋友 其實很多都很有自己的思想 跟我們小時候已經很不同 為何我們接觸的東西不夠他們多 所以我覺得有自己的思想 當然是好事 另外就是要培養自己的獨特性 和興趣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如果小朋友認定了哪件事 如果你是喜歡的 可以好好地堅持 長大後,當你工作很大壓力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做這些你感興趣的事情 就可以令你放鬆心情 還有家人也很重要 是 他們現在可能還沒明白這件事 但我覺得我們經歷過童年 經歷過中學、小學的時候 你會覺得朋友說的話好像很適合 朋友說一句可能比家人說十句 但是經歷過很多事情之後 你會發覺無論發生什麼事 其實最大的支柱一定是自己的家人 他們永遠都是最愛最愛你 所以要學會好好地跟家人相處 聽爸爸媽媽的話 還有珍惜跟他們相處的每一天 你明白嗎?志成 不,我送一下 是,好,其實每一次我們的小朋友 都會準備一份禮物 悉心準備的送給我們的Kids VIP 你送什麼給我 志成很期待送這份禮物 你送什麼給我,好嗎? 可以嗎?可以 送這個彩虹燈給你 希望你在未來的演藝之後 可以七彩繽紛多姿多彩 謝謝,很漂亮 你自己選擇嗎? 是的 真的,謝謝,很漂亮 我很喜歡放在床頭陪著我睡覺 好,今天我們也謝謝 Ling姐姐上來跟我們分享了 這麼多你小時候的生活 以及入行後的很多不同的心態 以及鼓勵到小朋友是最重要的 我們謝謝Ling姐姐,好嗎? 嗯,謝謝你今天上來Kids VIP 我們今天Kids VIP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跟大家說再見了 我們下次見 下集 再見 再見 下集Kids VIP再見 今天我學習了一個很重要的課堂 就是要早睡早起 起床後第一小時 是很重要的人,所以好好利用它 如果你想第一時間看到更多精彩的 新短片和第一手資訊 就快點去Kids VIP的YouTube頻道專頁 按下訂閱鈕就可以了